大家好,我是五仔 上次說到善立民和王家駒很朋友 我們今天爆發的情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什麼情史呢? 原來除了跟梅炎芳有一段情之外 我們看到 跟王祖賢也搞過幾次 睡過王祖賢,王祖賢很漂亮 小善,除了哥哥之外 原來善立民也睡過 怎麼睡覺呢?我也很想知道 62歲的時候自爆 他愛上王妃是見的 謝霆鋒的情敵 他真的愛上王妃 他原來在三年前還自爆 自己在深圳包含了一個太太 嘩! 善立民這麼厲害 這麼風流 人間西門現實還是很興奮 這傢伙原來 跟炮嫂本來都是不分主義者 為什麼兩個最後會結婚呢? 不結婚就任你玩 結婚就玩到被人見到就麻煩了 真的想關注一下他的心路歷程 我們交給熊飛龍先生說說 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 炮哥善立民的愛情史 網上看到一些題目 說炮哥的感情 說什麼呢? 玩過梅艷芳 睡過黃祖賢 62歲自爆和王妃的真實關係 當中這些說話有多真有多假呢? 今天也會說一下 又會說一下炮哥和炮嫂的感情事件 網上我看到 有一篇報道說 當日其實為什麼他們兩個本身好像是不分主義者 為什麼不分主義者這麼多年突然想結婚呢? 其實主要就是炮嫂身邊一位朋友也是不分主義者 誰知道突然間有一天再婚 令到炮嫂其實是不是他自己也要結婚呢? 那時候我見過報道說 他主動去 炮哥去提出 結婚這件事 炮哥立即很爽快地回答應 但我看到炮哥的訪問不是這麼說 其實是另有內情的 炮哥甚至說這些有可能其實是被迫的 可以去報警 不過他算數 究竟是甚麼事呢? 等一下也會說一下 還有剛才說的事情也不夠厲害 最厲害就是 炮哥在前年認自己 在深圳福田區 有位小三 還說了名字出來 那次不是喝大了 叫佩欣 三十幾歲 平時有可能說 我們的題目好像不是很真的 這個一定是真的 炮哥爆了出來 為什麼這麼自願爆這個小三 這個小三究竟是甚麼人 怎麼認識呢? 一會也會告訴大家 首先說一下炮哥和炮嫂 他們怎麼認識呢? 其實跟他們的背景很有關係 你知道炮哥其實以前是音樂人 還要在香港數一數二 還要在香港數一數二 還有那麼實力的 卑士手 炮哥為甚麼玩音樂 玩得那麼厲害呢? 其實跟他家裡 背景有關 因為他爸爸很喜歡聽 古典音樂唱片 媽媽經常接觸一些 武道音樂 大家姐又彈鋼琴 二姐姐又玩巴黎舞 整個家人都跟音樂很有關係 令到他自己也有一點點分途 加上他以前逛一些音樂店 認識一些搖滾樂友 在一個琴行裡面聽過 玉石樂隊成員楊雲斌 CRL一個環節的樂理課程 令他欣怡對音樂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說實話其實社員也是我半個師傅 以前我在錄音室很多東西 都是楊雲彪教我 原來我跟豹哥的音樂師傅 其中也有點聯繫 真的猜不到 豹嫂至少在上海長大 十四歲已經開始學習歌劇 中學畢業的時候 又去過美國 進修聲樂 然後就回來香港發展音樂 他跟豹哥的感情 最主要就是 在1994年的時候 在香港樂壇出道 當時只是準備出唱片 在唱片公司老闆介紹之下 就認識豹哥 因而他們兩個就開始 插著在一起了 可惜當年豹嫂音樂發展 就不像預期了 然後又跟唱片公司 解約了 令他事業的陷阻低潮 還試過銀行內只剩下萬多元 萬多元也不是很嚴重 欣怡說他試過剩下幾十元 欣怡說他只剩下幾十元 欣怡等到月底之後 又會剩下兩萬元 欣怡會好些 相比之下 所以當年豹哥對自己的前途 非常徬徨 又不敢告訴家人 因為怕他們擔心 那時候全靠炮哥在旁邊支持他 還要無條件支持他 即是沒有家裡住 就搬到家裡住 哈哈哈哈 那不會沒有家裡住的 我想他不想回家 所以就搬到炮哥那裏住 那他們兩位就是這樣 互相扶持一齊 那他們兩位都在一起 十幾年都沒有說要結婚 突然間 剛才也說了 就是因為炮嫂身邊有一位朋友 本來都是不分主義的 突然間結婚 令到他也想結婚 那我見過報道裡面 所以就跟炮哥提出婚姻 沒有想到炮哥這麼快答應 這段影片好像說得很浪漫 但炮哥有爆發出來 實際不是這樣 原因有一晚 炮哥喝大了的時候 接著 炮嫂就趁這段時間 就開了一部影片 拍下他 趁炮哥喝醉的時候 不是結婚的東西 炮哥竟然 一旦喝大了的時候 好了我們結婚了 那又犯了 哈哈哈哈哈哈 炮哥說其實是被迫出來的 因為已經被炮嫂錄下了 炮哥原本說可以報警 但是當然沒有做了 只是開玩笑這麼說 其實看回炮哥的背景 和他自己也有開玩笑 為什麼他一直不想結婚呢 其實他跟他家裡背景也有關 因為他爸爸呢 後來有些婚外情 組織了其他家庭 所以炮哥一直都不想成為 他自己他知的 跟他爸爸一樣 所以一直都不結婚 最後沒有辦法 炮嫂既然 炮嫂既然出些殺手間 他也要結婚 那一刻觀眾就說 剛才你跟我說 炮哥深圳包兒子 炮哥還在那裡抵觸了 做了他爸爸的事情 大家不要急著 這些故事是很久講的 你要聽到最後 你就知道究竟炮哥是否自掛嘴巴 有沒有抵觸他自己的承諾 今天有很多事情講的 待會我再講到深圳以來這件事 好了 講到炮嫂 為什麼會選炮哥呢 我見有一個訪問 炮嫂真的說得很清楚 他說炮哥有安全感 那麼安全感 其實某個程度上 炮嫂的事業不是那麼穩定 我見炮哥應該是有些穩定的收入 說不定他 當時也有拍這麼多電影 炮哥好像說他自己拍三級片 也拍了十部 拍了這麼多部 應該錢也有差不多 炮嫂就說炮哥不是一個賺大錢的人 賺不到大錢不要緊 但是有穩定的收入 還有不是那麼差 豐富的 都OK的 我相信炮哥一定做得到 另外炮嫂說炮哥給他100%的自由 曾經我見有一個訪問說 如果炮哥發現到他另一半出軌的話 他會怎麼看呢 他說他都不會想這件事 他會任由他 真的這麼豁打 或者炮哥一定是炮哥對自己很有信心 畢竟是西門慶 拿出來給人看也有這麼多厲害 真實的世界應該是更厲害 哈哈哈哈 那另外炮哥很搞笑 炮嫂說他 我知道的 我看到炮哥做一些訪問節目 是不停搞爛鏡 很厲害的 炮哥就是 根本就是天生 隨口 都說到一些爛鏡的演員 所以一定很好笑 好了 現在逐端逐端解冊 又說到炮哥這麼專一 為什麼又深圳鮑爾拉 是呀 早到一年的時候 又說喜歡王妃 又說和王祖賢睡過幾次 說真的 聰明的網友都知道 如果說和王祖賢睡過幾次 當然是說他們拍電影 合作過幾次 第一次合作應該是1989年 當時就是潘金蓮之前世今生 這套就是炮哥第一次和王祖賢 合作演三級片 也是第一次飾演西門慶 那麼聽說 飾演西門慶 也起碼有五至七次那麼多 那麼之後 炮哥還演過 《金瓶風月》 《少年潘金蓮》 《新金瓶梅》 《行索金瓶》 五次演出西門慶 厲害 是覺得那個年代 港產片很厲害 為了炒一個 就是舊的作品 可以做那麼多外傳出來 所以大家不要怪 《葉問》為什麼會有第五集 炮哥這些西門慶也是這樣 和王祖賢合作分別有 就是剛才說了潘金蓮之前世今生 有水虎轉之英雄本色 有聖女的慾望 金莊大酒店 和城市獵人 那城市獵人合作 沒有和王祖賢睡過 因為那套戲裡面好像 好像他飾演王祖賢的表哥 那套戲裡面還有很多假的 那套戲裡面還有很多假的 其他呢 幾乎他都和王祖賢 有一段激情戲 既然說 炮哥拍了這些 三級開玩笑 當初呢 怎麼可以再去拍呢 炮哥說 其實當時呢 就以為在拍科幻片 去到變場才知道 被人騙了是拍三級片的 真是假的 炮哥有時候說笑的 都不知道這些說話是真是假的 最主要是 被蔡南騙了過去 當時其實最初和炮哥演 只是一套人妖相戀的故事 接著加了一些後期特效 但原來還有這樣的氣氛 又簽了約 又賠不起 那就硬著頭皮去拍 誰知道拍那套聊天宴談 竟然拿了一千一百萬票房 真是厲害 炮哥一來就不是票房毒藥 比法哥更厲害 逼著再炮下去 之後又有李向祥 余祥仁等等大導演 炮哥說很想和你們拍戲 從中很多東西偷師 所以之後有些三級片 他只會自願拍 但是炮哥說他拍了十部 就完了 沒有再拍 今天要說一下炮哥 怎麼突然前年 自爆說他其實喜歡王妃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呢 喜歡王妃 原來是93年的時候 無緣無故說回93年之前的事 因為那次剛剛的節目 要自爆一些藝人的秘聞 炮哥又不想爆其他人 就爆自己 他說93年的時候 第一次演一些電視劇 很少這樣對著一個演員 這麼長期的 當時又對著王妃 那套戲就叫千歲情人 那麼炮哥裏面就演一個不死的 秦朝將軍 就是瘋狂地追求王妃 因為王妃本身也是一個長生不老 從朝的武器 那麼基本上由古代 去到現代 那麼有人當時炮哥 日見夜見 暗身情嫂 炮哥說那時候 發夢都見到王妃 基本上控制不到 不可以不扔王妃 那麼炮哥既然沒有熱烈去追求 當時好像還沒有認識炮嫂 但是炮哥說 因為那時候王妃其實已經和 阿鐸圍一起 炮哥有可能記錯了 好像說和阿鐸圍已經結婚了 但實際 王妃是96年才和阿鐸圍結婚的 只能說那時候王妃是和阿鐸圍熱戀中 炮哥不好意思插一隻腳過去 所以這段感情 除了這套戲拍完之後 他也沒有了 真是想不到 阿炮哥演了那麼多次西門慶 和那麼多其他對手 都沒有讓他上入飛飛 偏偏王妃就讓他上入飛飛 果然王妃 真是令人很容易飛飛 加上炮哥本身喜歡音樂 當然喜歡聽王妃唱歌 反過來 炮哥說他經常有彈阿炮 好唱歌 不要再唱啦 然後又說他怎樣唱得不好呢 炮哥說他自己對音樂有要求 就是他這樣跟他老婆說 希望他老婆的音樂有些再進步 老婆是歌手 他都這樣說 幸好他跟歌手結婚 如果跟普通人結婚 我想一下炮哥呢 旁邊唱一句已經被他罵得飛氣了 好了 至於炮哥當年和Muja那段感情 炮哥有形容過Muja的性格 說他是一位很喜歡幫助人的人 但是他會容易到 幫助人會忽略自己 所以同時因為幫助人而得罪很多人 但是炮哥說過Muja這個性格 是他的個性來的 所以他改不了 他亦說Muja很堅持自己的看法 而炮哥亦說Muja也是一位很勤力的人 當年Muja因為那時很紅 所以當時炮哥跟Muja拍拖 其實是很低調的 因為偶像歌手不可以讓人知道他們拍拖 因為那時的歌迷差不多要以身相去跟偶像在一起 不像現在 現在的姜濤那些姜濤 所以當時絕對不可以公開跟Muja拍拖事件 因為會影響他受歡迎程度 但是你知道這個世界上 你多低調都會有人拆穿 當年當時的媒體都發現了少少 至於他們兩個最後為甚麼分手呢 那麼炮哥就說 最主要就是大家各有各忙 那麼見面就開始少了 還有有時有少少誤會 那麼炮哥又有自己一套主見 每次有強 所以大家有可能你不讓我不讓之下 最後就搞到分手了 那麼炮哥說那位呢 甚麼深圳小三義拉呢 是甚麼人呢 其實是一個 虛擬義拉來的 是精神出軌的幻想 他身邊很多 即是 那些同事都知道有這個人出現 不是呀 為甚麼無緣無故做這樣的事情 會不會有點無聊呢 當然我見到那個訪問裏面 炮哥說 有時呢 假譯真是真亦假 即是說甚麼 這個我講的不是炮哥講的 即是說 他說是虛擬而已 實際有這個人出現也不奇怪 因為很多時候接聽電話的時候 都在說 培憂你近來是怎樣的 炮哥真的這樣做 那為甚麼炮哥無緣無故要這樣做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有一個上市 說炮哥會在2020年 會有小三出現 所以炮哥跟炮嫂夾定 真的有這個小三出現 只不過是虛擬 幻想出來的 希望認了一個掛 當然炮哥表面的解釋 或者是實質 還在一個假象之前 即是有一個小三 去再掩飾 有時候再高一層 我們就不知道 唯有聽著炮哥的解釋 就這樣的解釋 看看大家信不信 好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先說到這裡 遲之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是這樣的 拜拜 拜拜